欢迎回来HRP9的教学影片 本次教学要讲的是物件的基础互动 互动的形式有两种 第一种是建立于事件 以及结果上 举例来说 点选按键是事件 方块消失是结果 第一种形式的互动 也就是样式的改变 例如滑鼠滑动的按钮后 按钮会变色 至于要怎么设定互动呢 点选想要互动的物件 在物件操作区中 切换到互动的区块 在物件区切换到互动区块 你可以将你的物件命名 方便选取以及辨识 再来看区块下方 Asia提供三个常用的互动选项 分别是点选后开启连结 点选后改变能见度 滑鼠一路一出的物件样式改变 除了这三个常用的互动外 你也可以点选New Interaction 增加新互动 来观看更多的互动选项 要注意的是上半部是事件 常用的事件像是 滑鼠一路 Mouse Enter 滑鼠一出 Mouse Out 或者是滑鼠点选后会发生什么结果 On Click 下半部则是样式的调整 常用的像是滑鼠一路一出 或者被选择时 物件样式会如何改变 Mouse Ou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